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昨天有谈到做一个业务员要做的有价值 所以呢 因为在这个顶新电脑工作的那两个多月 事实上我只做了两个多月 那为什么只做两个多月呢 因为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可以创业的方法 那我在那两个月之间呢 昨天讲到在前面的两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之内我发现到顾问的价值 比业务员的价值大很多 因为客户都喜欢顾问 不会很喜欢我们业务员 可是在这两个月之间呢 我们上面的主管教给我的一些客户开发的方式 都是从电话陌生拜访 所以我们就去打电话call客人 可是要怎么call呢 他们叫我们要去找这个经济部的网站 然后呢去查询这个 公司的统一编号 好 那查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必须把它查出来看这个公司的规模大小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卖的那个软体 动辄 百万以上 多的话数百万 所以很少有那个100万以下的这种 这种软体 那你必须要 找到那个资本额够大的企业 他比较有可能去购买这种软体 所以刚开始我们不能够乱枪打鸟 就算是 电话默开 它是一种乱枪打鸟的动作 但是还是要先筛选 过滤一下这个公司的规模 所以我们会去选这个营业额 超过一亿以上的公司 我们才去打这个电话 否则 营业额可能只有几百万 这种企业 根本不可能跟我们买 这一类的软体 这是一个技巧 那我们就这样扣客一直打 每天可能要打个40通电话 有一次我就问主管说 那个主管你 你以前最 勤奋的时候 一天都打几通 我说 我一天可能打到80通电话 哇塞 我那时候心生佩服 佩服的不得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一天 大概让我打个 20通电话吧 我就已经 全身虚弱 很无力呀 因为 不懂得讲话的技巧 然后刚开始进去呢 又没有很 很充分的专业知识 所以我对这个 竞销存软体呀 怎么样去使用它 然后该给客户什么的建议呀 在做陌生开发电访的时候 如果能够接到这个Keyman 已经算不得了 很好 大部分都是被小姐挡掉的 那如果接到了Keyman 然后他又问了你一些 跟这个ERP软体呀 这个制造业流程 一些相关的问题 你又答不出来 我不晓得这个软体呀 成本怎么计算 应该怎么使用 那软体应该套用在什么 SOP的状态下 都答不出来 所以客户会觉得 会觉得说 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我的时间嘛 打过去人家一问三不知 那 那你打来到底要干嘛 我们就是想说 可不可以约个时间 然后 过去跟您拜访 说明一下我们的软体 那你什么都不会 你要说明什么软体 那个 去的时候呢 我们会带顾问过去 你看 一个业务员 做电话 电话开发 电房的时候 陌生开发的时候 那个无力感 你知道有多么难过吗 告诉客户说 我们要去拜访 可是客户问你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 就是跟客户敲定时间 然后呢 还要 很卑微的去 拜托我们的顾问 那个大哥你什么时候 这礼拜礼拜几有空啊 我们要去客户那边拜访 然后好不容易约到一个客户 这边 外面的这个客户好不容易约到了 然后里面还要拜托顾问 有没有空 两边都有空的时候 我们才能过去一起拜访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业务员所做的事情 可是呢 大概在两个 礼拜 两个月之内 怎么样 我两个月之后就离职了 我在大概第3个礼拜之后 我就抓到一个 技巧 这个技巧呢 我们会在社团里面 公告 那如果呢 你对牛奶爸说故事的这个单元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 这个社团呢 是采用付费的 方式 为什么要采用付费方式呢 因为你就把它当作你在买一本书 当作你在买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比一般市面上的书稍微贵一点 但是呢 他其实 时间很长 因为我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 每个礼拜呢 我会录制一段影片 大概像这样子 我会讲解我过去 为什么换了 8份到9份工作 为什么会讲8份到9份 而不是确切的数字 因为其中一份工作 我始终没有公开 跟大家说 你在网路上搜索我的名字 你可以找到我过去曾经做过的每份工作 但是有份工作我没有说 那这个呢 我也会在这个社团里面去公布 这9份工作对我来讲 对我整个心境来讲有什么样的差 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他从我过去 身上没什么钱开始创业 一直到 现在整个心路历程 经过了很大的波折 中间很多很痛苦的时候 然后呢 社团里面也会讲到一些我从小到大 因为我小时候的记忆 到现在还蛮多的 那个 记忆的片段还蛮多的 从我大概4岁以后 稍微有点记忆以来 然后到我幼稚园的片段记忆 一直到我小学的每一年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记忆 一直到我国中啊 然后 到高工到 专科 然后到现在的生活 中间的工作等等 我在这个社团里面呢我大概会利用一年的时间 然后慢慢录制这样的影片 所以你就把它当作你在开本书 只是说 他是每个礼拜 一段影片的方式 那影片长度呢有可能是十几分钟有可能是半个钟头 那如果较厚的人搞不好讲到半个钟头以上 那我是希望呢在每一段影片呢给你人生一些启发 因为我发现 在这40几年的生活里面这个生命里面啊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呢跟我 造成我现在的生活有关系 那如果你很 喜欢我目前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的话 那你想要多了解点 你就当作买本 电子书 那这个 这个影片呢 我我会把它放在这个Facebook的社团里面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这个社团目前 你加入的话是1000块钱 就可以了 只要1000块 你想想看一本书如果是300块 买三本书就大概 1000块左右 那你就想成你买三本书 然后来投资你自己 来看我的影片 52段影片 我相信这个字数 绝对超过三本书以上 所以是值回票价 那里面有讲到很多 我的心路历程 这些心路历程对你到底有什么帮助 我想如果你已经认识我一段时间的话呢 对你的创业应该会蛮有帮助的 还有对你的人生观 价值观应该会有蛮大的帮助 那如果你是刚认识我的话呢 你可能还不太知道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呢 我在8点档 放出这支影片 还有这个讯息的时候呢 如果你会想要加入的话 那表示你可能已经认识我半年以上 或是发了我的讯息可能一段时间了 那总之 1000块真的不贵 非常便宜 跟我的懒人包课程比起来 非常的便宜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相信对你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赶快点击以下的网址 赶快加入 OK 有兴趣的话 再赶快加入 没有兴趣就算了 我们 不强迫 不强求 有缘 再相聚 OK 我是牛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